Hello 大家好 我是Iris 可能大家都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不知道我是誰 那我就是Iris 開玩笑開玩笑 我就是之前一個去了韓國交易的一個女生 很想記錄我在韓國的生活 所以就拍了很多vlog 然後你之前會看到我有很多亂拍的vlog 所以是沒有人看的 那現在開始了 我就想認真地拍youtube 雖然我現在有做事 因為我去年已經畢業了 所以我現在一個星期會出一條影片 我想也不過份了 一個星期一條影片 反正也沒有人看的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試外介紹一下 讓大家認識一下我 然後就訂閱我和喜歡我的影片 我之前去韓國的vlog 我其實都剪得七七八八 那其實還有可能四五條影片 但那些真的拍得很差 我現在看回為什麼會拍得這麼差 因為我只顧著玩 其實 但我也會繼續剪下去 因為我覺得那些是我的一些很重要的回憶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之後我youtube頻道會繼續放一些劣質的片段 不過我都會夾集一些高質的片段 希望大家繼續注意我和follow我和subscribe我 另外其實我去完韓國交易之後呢 我去完就已經畢業了 然後我就很想在這個世界闖蕩一下 所以我就去了歐遊 是自己一個 那我去的時候呢 其實都真的很多朋友會很驚訝 為什麼我會自己一個去了歐遊 自己一個女生去了歐遊 你不怕的嗎 你會不會不安全的 那些很多關心的 那我也很感謝那些 那麼多人關心我 其實我在這裡都是遇過一下我之後 會有些歐遊的vlog 給大家看的 那除了那些vlog之外呢 我都會想拍一些 例如歐遊的小貼士 自己一個去旅行做backpacker 怎麼算好 或者一些 我去完韓國回來的體會 或者一些文化衝擊 或者其他東西 總之大家有什麼想問的 有什麼想看 有什麼想知道 都可以在這個 留言告訴我 對 那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 訂閱我的頻道 讚好 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好啦 那我們 下個禮拜再見 下個禮拜三 九點 好啦 那拜拜